Label 1在里面 然后呢button在1那怎么办呢 其实没有关系 你可以透过属性里面的这边有个update panel点下去之后的话 那各位注意一下 在这边有一个什么 这个标签 trigger这个 那如果你要设定非常简单 这边有一个什么按钮不用写程式哦 不用写程 书上面是有讲说呢你必须要在程式码里面 去产生这一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怎么产生的呢 有没有trigger 开头trigger结束 里面的话呢你要设定哪一种是非同步呢还是postback 那这个部分的程式码不需要 自己key上去 你可以怎么做呢 从这个地方点旁边按钮 那你可以发现呢 这里预设值是没有的 是这样子 那你要怎么加非常简单你就直接想选一个 他问你说你的 ID control ID就是控制项ID是哪一个 这一个 那你event 就是你的事件的名称什么 因为呢button是 click 对不对所以你就选click 这样子按确定之后呢 他程式码就帮你加上去了 所以这部分的话 那你可以自己key上去 你也可以让他自动产生 直接在 这Panel里面去找 按确定就可以了 那这边把它取消 因为已经写完 那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 他就自动会帮我增加 这三行的程式 那就是 TRIGGER的 部分 那 已经加了这个程式码之后的话 那我们把它执行起来 本来控制不到的 基本上 现在也是可以 还是可以控制到 没有问题 也是非同步的 那你说 摆外面跟摆里面 其实基本上都一样 都一样 反正他也可以控制到 只是说 有些时候 你为了要 因为什么样的因素 你没办法放在 UpdatePanel里面的话 那还是有解套的方式 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在这个 TRIGGER的部分 稍微看一下 这个范例的话 是TRIGGER的这个 范例 OK 画面先画给各位试试看 现在